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中国大陆的能耗双控政策 使得在中国大陆内地的缺点危机持续扩大 在最近很多个地方都开始实施了限电措施 包括了十一国庆也受到了影响 像是广东省的能源局跟广东电网 在9月26号就公告 他们要求全省各单位响应限电措施 我想请教张定大哥 您怎么看中国的能源供应问题 能源是重要的战略指标 但是目前大家评断这个事情 都是从现象来评断 因为详细的统计数字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而且因为电是一个很重要明显的能源指标 但是一个国家的整个工业 或者其他整个在运作之中 它有用油的车子就是用油啊 有很多锅炉它烧的是煤 也有烧的是天然气 所以就是所谓的第一能源 最基础的能源其实不是展现在灯有多亮 霓虹灯亮不亮或者切不切电 所以要等到详细的统计数字出来 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出评断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项目呢 不是说街上的霓虹灯是不是亮得很好 而是工业生产的秩序 它的电锅炉蒸气 这些有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同样反映在资本市场上 有没有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有没有形成投机或者预期的心理 造成了这些整个经济市区 以及投资信心的扰动跟波动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是觉得 到我们目前导演 它确实是造成社会困扰 但是我们不要具下结论 我们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因为有很多的效应 不是说今天啪 灯一关明天就有 它可能要一段时间 才能这个就是真正的写线出来 所以大家沉住气好好在等 静观其变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用能源这个部分 特别是用电这个部分 包括了像产业还有像是民生 那这个部分张教授您的观察是 应该这样来看 因为这个议题涉及到四个层面的问题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 这个政策的指标 那当然大陆方面自己很清楚的 它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碳达峰之后 能够达到所谓碳中和 因此节能减排这是一个硬指标 这个指标会从中央到地方 将来会成为官员 申签考核一个重要的标准 这第一个我们看到有政策指标 那第二个来讲话其实你仔细看 我特别调留一下大陆方面的 包括几个去年所谓的花电 去年总体的花电大概有76264 所以这大概是 等于是7.6万亿度 它是发电量 它的用电量只有75110 所以你可以看到去年一年 其实中国的总体的发电 是高于它总体的用电 是够用的 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它发电只是38717 可是用电是39339亿度 因此今年上半年显然是不够用 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去年第三个我们再看指标 其实你看大陆方面的所谓的 发电的装机的这样一个容量 它是高于三倍以上的用电量 现在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缺电问题来自于几个 第一中国的发电70%都是靠煤的 那煤的部分第一个 受到节能减碳的压力最大 那第二个煤的部分是什么 今年光是今年的1月份到目前为止 已经涨了56%了 因此发电成本大量上升 污染在增加当中 那第二个其他的我们看到 其他的以大的发电水利发电 其他的完全在今年过程当中 没办法有很大的发现 所以供给跟需求当中在市场过程当中 因此很多的发电厂老旧的 很多的发电厂是不符合成本的 很多的发电厂在排污检碳当中 是要被淘汰的 所以造成这种短期的 但是这个问题大概不至于什么 不至于会让所谓的缺线电 会成为一个常态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70%的煤炭花电 那中国的煤又占了全世界 三分之一的花电煤的这样一个使用 那这样一个双重压力下 将来中国的电力一定会调涨的 这必然的 这短期内这样的问题 像刚刚张教授您提到的 我觉得它短期或时可以舒缓 但是结构性问题大概不容易克服 因此调涨电教这一定是必然的趋势 OK 另外这个还牵涉到除了耗能之外 也牵涉到环境的问题 以前这些雾霾冬天的时候烧煤 那后来因为改烧天然气 所以整个空气的品质受到改变 能源结构的这个变换也牵涉到 它整个它这个计价成本的改变 这就是我讲说你不要只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看到了样态 我们不要先跳下下结论 而且它所牵涉到的指标 可能要数百个然后整个来做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牵涉到人心的施政到了最后 就是人心 尤其是大家预估今年在这种反胜疫现象 未来的今年的冬天可能会很冷 所以大家会有一种预期 而且有一种就是担忧的情形 所以安定人心 其实整个施政最重要 其他的所有的指标意义 尤其这一次是无预警 突然来这样的停电 所以那种社会的冲击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想问进一步问郭教授是 如果是这样无预警的限电 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常态吗 您觉得 它对居民用电已经下死命令了 就是不能影响居民用电 这是底线 民生部分是 可是工业用电很难讲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全世界的能源价格都高涨 那个刚刚五月兄是讲到煤炭 天然气 天然气从3月到8月涨了88% 那石油现在已经涨破80美元 高盛还上看90美元 所以基本上中国的电厂很多发电是亏钱 所以他就想说我少供应一点 少赔钱 所以现在中央介入了 因为你看韩正都介入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就是用补贴处理 跟台湾一样 这样会影响到外资投资医院吗 他会去 没有他不是考虑这个 他是希望他出口的产品的价格 可以反映他的成本 所以电价在11长价之后 应该电价会调账 目前大概已经听到六七个地方要调账 对 广东都调账 对 OK 不过也看到这个缺电的隐忧 还有包括像之前发生的 这个恒炸的倒债危机 也导致了美国华尔街的各个机构 纷纷下修了中国大陆2021年 还有2022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那么中国的GDP成长 降到跟印尼 墨西哥 沙烏地 阿拉伯 这些经济体的水准 也看到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 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会 OECD对于中国大陆 今年GDP成长的预测 是落在7.9%到8.5%之间 这波危机对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 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上面主导的地位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冲击 吴教授您的看法 你刚刚用那个字说危机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 这个正好呼应我们刚刚前一节讲的 这个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困难 因为你要照顾到环境嘛 照顾到天气 照顾到大家民生 民生照顾到比较容易 因为只占三成的发电 我死命令就一定要照顾到 可是那些产业非常耗能的 发电 钢铁 水泥等等 这调整起来不容易 才会出现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GDP的降低是预料中的 是主观意愿 因为我在这个可持续发展 这个思想指导之下 GDP自然就会慢慢降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出现这样这种状况 是不容易的 过去那种追求成长 甚至野蛮成长是绝对不能再发生 现在要可持续嘛 所以要慢慢慢慢这样来挑 我有一个经济学的朋友 那个正好兄弟认识 他说这个叫做未利先破 就是你还没有做好 但是你的破坏已经先产生 那就可能像张力大哥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调整 慢慢调整 还要一段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就不会变成常态 其实你担心那个外资出走 他们也没有地方去 因为全世界的人员价格都是一样 那你要 别的国家还有疫情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 中国大陆也是抓到这一波 他也发现外资没地方去 比如说东南亚跟印度 你敢去吗 他人员价格还是一样贵 那又有疫情的问题 所以又有内部运输的问题 所以他也很难出走 这个大概就是全世界笼罩在 比如说疫情 然后能源价格这么贵 那恐怕会持续到明年6月左右 才会慢慢看到一个结果 所以这里面之中我认为在这边呼吁是 大家要去观察结构性的指标 而不是把它着眼在偶发性的样态 大部分媒体都是偶发性的样态 然后不断地加油添醋 然后重钱重辣 把它弄得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很多结构性的指标 其实还是就是我们经常讲 我们进出股市要多看基本盘 少听消息面 那到现在来讲 消息面听起来是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就基本盘来讲的 我们其实也可以反省 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于北京放软了 那其实也是知道 两边都是坐在炸弹上 两边都有它的压力 尤其是美国假如说真正不能调节到 这些运输的经费 海运的经费 很可能今年连这个就是说 感恩节或者圣诞节 连礼物都上不了价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 对外国的这个使节在信心喊话 张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北京大概今年以来有三个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个当今年年初大家在估算 那世界经济成长的这样一个 我们所讲的经济成长度 那中国一向是被高估了 但它自己定出来是6% 所以外界都很清楚 它已经这个政府这个政权 已经不再是以追求高速GDP 增长为它施政主要的目标 这第一个它想改变的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不管是缺电 造成了所谓的现产 甚至对出口会有影响 或者有关于共同富裕必然什么 必然会加重企业的成本 必然要加重所谓的无险一斤当中 企业必须支付的成本 那这个部分一定也会什么 也会对有关于在中国企业的经营者 特别是外资也会产生影响 这些东西大概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都改变不了 只是大家看的是说 在这几大因素架构下 那中国还能不能提供一个 相较于其他国家地区 拥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环境 这是他们自己本身要考虑的 但是如果短期这两个因素来看 我觉得都不会改变的 就是换言之来讲的话 有关于节能减排的问题 有关于什么 有关于共同富裕当中 企业必须要支付更大的成本 不能够再使用所谓中国廉价劳力 来作为创造利润所得 那这两个大概基本上 不能说一去不复还 机会都不大的 是 我补充一句 刚出版的Foreign Affairs的 他的这个标题就是 中国高速成长已经到达末期 是来呼应这个五月兄 OK 成长必然也会有一些 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等一下持续来关心 再回到我们的环宇全世界 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他们报导了 中国国务院的安委会办公室 要求要全力以赴 抓好国境假期安全的防范工作 落实力量重点监管 还有重点防控 解决赫止这些重大事件的事故 当然要强化假期应该要紧急的职守 还有及时有利来应对任何的突发的事件 在9月19号 这个致力关注中国女权运动的独立记者 黄雪晴 他在准备前往英国读书的前夕失踪了 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也是同时失联 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指出 每年到了国庆的前夕 中共是不容许任何人以言论 或是任何的行动来挑战政府 我想请教的是说 对照最近在前一阵子 那么中国大陆大举的对于补教 还有演绎游戏业界 进行了一些整顿还有一些监管 郭教授您怎么看 中国大陆是不是正在加强 对于社会上面的这个社会控制的力度 我觉得有的目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的是为了共同富裕 所以比如说打击反垄断 反垄断是针对互联网 然后对于房地产的整顿 然后针对补教业 这个大概都是要纠正 比如说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欺负 或者是阶级造成不平等 或者是风气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风气 就是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个比较像是共产党以前整风的传统 就发现整个气氛走偏 然后它国家就开始介入了 前面讲那个维权 我觉得那是另外的事件 那个等于是直接挑战政府 那至于它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觉得大概是 它希望有更促进 平等发展的一个起点 那当然这个都会有后遗症 当然你政府介入 那必然企业就是会有一定的程度 那受到政府的掌握 比如说你游戏可以玩多久 那它等于就是对方方面面 都开始介入嘛 那这个短期内我觉得很难改变 可是总的我不认为都是负面的啦 事实上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中小企业会有机会来崛起 比如说互联网 那补教是不是过头了啦 造成了那个阶级向上流动的 非常明显的不均 那我觉得这样的纠正也是一个必要 那哪个您觉得 我认为这个我们对于中国大陆 很多时候抓紧手 就是抓紧这个里头 有很多是任何社会 都要去整顿金融这个秩序的 就是无论是哪个政体 就算是民主国家 在金融或者产业秩序上 必然也有监管的措施 但是有很多对于人权议题 直接去挑战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权威 那又是另外一个 所以我这个支持这个郑亮兄的讲法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媒体报道把它混为一谈 反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认清 大陆有很多东西是谁都应该要做的 OK 那另外我们来看 这除了这个加强社会监管以外 那最近在大陆 大家也都在讨论的一个就是共同富裕 当然也是中国大陆的政府 目前重要的施政方向 在8月17号所召开的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的会议上面 共富被列入了第二个百年的目标 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表示要加强对于高收入的规范 还有调节 那他也曾经强调实施共富 不单单只是经济的问题 而且应该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 重大政治问题 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不过看到在中国大陆这边的富豪的财富增长 非常的显眼 那根据这个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的报告 中国在2020年新增了259位亿万富豪 那总数是有1058人 所以共同富裕 共富在具体上的实施的方法 还有就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 对基层的贫富问题 胡教授您怎么观察 能不能解决基层贫富问题 它一定可以解决一部分会有效 但是绝对不可能解决 所有的这个贫穷的问题 这个贫穷问题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地区 都没有人能够完全消灭 中共现在所谓的奔向小康 其实做得已经算不错了 因为人天生就不平等 有的人有工作一员的问题 或者生存 这个环境条件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重点是 人人都有工作很重要 这就是六吻里面所谓的稳就业 美国一直想把制造业召唤回美国 其实也为了就是增加就业的幅度 对不对 当然你刚刚有提到 习总有提到说 这个共同富裕不单是经济问题 它是关系党的政治问题 这个重大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这是一党专政的特性 因为什么地方做不好 我只有一个问责的对象 就是从我来讲 我只能问你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说 共同富裕具体上会如何实施 它已经宣布了 希望有一次的分配 二次的分配 三次的所谓的重分配 一次当然就是大家工作 靠市场的机制 第二个重分配就是靠这个付税 第三个就是靠富豪 这个比较有钱的人 多捐一点出来 前两个政府可以做得到 它可以透过立法 透过各种经济政策 第三次这个重分配就比较困难 因为它要大家的风气改变 我记得前几年 美国的Berry Gates去过中国 希望把他这个生前 就把所有的财产捐出来的 这个想法 能够推广到中国的富豪 去请那些富豪见面吃饭 大家都推举都不去 民族性不同 对 吃你这顿饭太贵了 这个当场拒绝也不合适 再同意下去就不行 所以这个要改善不是太容易 可是刚刚讲一党专政 你找谁 只有中国共产党要出来登高一呼 当然也没有严重到 会严重到像有人说 这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不可同仁议 不是这回事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我刚刚讲 一次 二次 三次的重分配 会不会有效果 一定会有效果 但会要花一段时间 也不可能到百分之百 每个人都变得那么有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了解 张金大哥您觉得 我也要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共同富裕这个名字 是1953年12月 在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就是党的大会之中 在起早一个有关农民的问题的 党政文件之中 由毛泽东所提出来的 后来在中共的八大之中 在讨论的议题之中 也把它列为 这个其中讨论的提纲 等到邓小平后来复出之后 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这个时候共同富裕也是念之在之 至少就邓小平文选之中 以及去讲话中 你可以找到七八次这里头去讲的话 不断地重复 同样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主政的时代 共同富裕也在历次的党政文件中 出现了很多次 但是呢 这个今年的8月17号 这个就是习近平在主持 这个那一次的这个全国的 有关财经的大会之中 完了之后很反常的时候 这个就是整个宣传的这个党政媒体 加大了宣传力度 所以大家很敏感的就立刻注意到 共同富裕将是最时髦的这个就是用词 但是大家忘记了 这当时配套有一个两个毫不放松 特别是调和就是公有制跟非公有制 两者之间的问题 刚才这个乌老师提到了一个 所谓不能要回到工农 中国工农红军的起家时代打土豪分田地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历代的这个主任的过程之中 确实有很多财富分配的过程 是很粗暴也很粗糙 所以社会上有没有担心 有担心 现在的共产党呢 能不能感受到这个事 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的国发委的高崇的主管 也明白地讲出来 我们共同富裕绝对不是杀父祭贫 所以这个事情客观的情势说 第一 共同富裕不是一个新东西 是一个老东西 甚至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之中 去求富求军是一直的 甚至我们国富三民主义 也是在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思想 只是执行的过程之中 你能不能获得社会信任 中国共产党确实知道 社会会担心啊 这个杀父祭贫啊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明白地去面对这个问题 也回答这个问题 这就很像刚刚张继大哥有提到的 就是明星的问题 就是因为财富分配这个部分 其实确实在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当中 就养成了一批所谓的躺平族 这个躺平族呢 他们是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结婚 不生娃 不消费 选择就干脆躺平 我想请教张教授的是 你怎么看这个中国的青年选择集体躺平 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带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当然第一个 为什么会有躺平 它是今年刚刚比较时髦的用语嘛 第一个 经济是走向一个下滑 第二个 社会这个阶层是一个固定 没办法像以前只要肯努力就可以有很大的成功 第三个 劳资的部分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剝削 因此年轻人觉得说他再怎么努力 他只会被成为是一个剝削者为人来打工的 那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所讲的 不买房不买车乃至于包括不结婚 那这当然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当然什么 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对于目前为止 大陆方面人口的红利已经不在了 会老化程度更严重嘛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不消费 对那显然什么 那严格这样整体的内需市场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嘛 那第三个 你这样一个所谓的积极的不作为当中 当然跟什么 跟一个国家将来 总体的这样一个竞争力 跟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相关嘛 但是很多人也讲 那难道他通通都没有什么 是一无是处吗 很多人讲 我看大陆方面很多的网民也不是这么看 他说第一个 这个最符合节能减排 第一看我这样一个标准 第二个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台湾方面其实也有小确幸 是 台湾的小确幸跟大陆躺平 其实两者是差别大 这是我是想追问的 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包括像美国是不是也有所谓 只是名称不一样 就是躺平 日本也有 日本也是 年轻的一代 对目前的 总体的经济的 整体的努力跟付出 跟所得当中 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嘛 而且他无法得到一个很大的化威 第三个我们仔细看这个躺平 它也不是全然负面的 因为第一个 所谓躺平是什么 它是一个不作为 它不是一个对社会产生愤怒 对社会产生不满 对社会产生反抗 对社会产生反抗 它不是这种概念的 那是放弃 对 它是透过很多的不作为 它不是要积极所谓进行所谓 社会的异议分子 所以他很多的做法 我们要逼他做评估 那大陆方面 有没有注意到 当然有嘛 所以刚才为您所讲的 所谓的共同富裕 那我要提出来 共同富裕 既然习近平在今年 刚刚张靖大哥讲的 817的第十次财经委员会 里面提出来 是让很多 你看蓬勃统计 他从今年年初到今年817 他提出来以前 已经足足讲了65次了 那张靖大哥也写了一篇文章 我也拜读了嘛 包括什么 包括大陆方面 在928手花把的 加一个所中国小康的白皮书里面 共同富裕也足足 谈了17次以上嘛 所以共同富裕 绝对不是只是中央政策 他将来会从中央到地方 层层的下达成 每一个政府部门 每一个在他所属企业 一定要积极的监督跟落实 那共同富裕 其实想改变这个部分嘛 那第二个大陆方面 当然知道啊 年轻的人不分 所以当然因此 不分组 一个是场平 因此他现在积极鼓励嘛 从原来的什么 一胎到二胎 到今年已经开放到 所谓三胎了嘛 那很多人 甚至我看大陆很多网民 开玩笑说 开放三奶 会比开放三胎更有效 当然是很多大陆 网民的开玩笑话 是是是 那大陆方面当然很清楚 年轻人最不满的是什么 就是他怎么努力 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 在都会地区 有任何的住房问题嘛 所以中国大陆也很清楚 在7月份 也开始针对什么 房地产的问题 严格讲 房价不能够涨太多 但是房价也不能跌太多 要涨太多 大家买不起 跌太多 所有很多的地方的 很多的金融机构 都要受灾央嘛 所以说他也在积极 想改善这些作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说 大家不要只是 把共同互议 当成只是一个口号 共同互议当中 将来从所谓的工资 从所谓的五险一金 他会硬性的要求 很多企业必须要做出什么 做出相适应的 其实台湾也有不昏阻 我谢谢这个五月 我今天刚出来文章 他就读得这么详细 但是我也要提起 2019年香港的社会动乱 其实也激发了 为什么他们往这边思考的问题 因为香港也是因为 年轻人积怨 没办法买房 没有办法获得 看到前面的期望 所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激荡 以及社会的动乱 所以香港其实提前引爆 也让北京受到了警觉 所以才下定决心去贯彻这个事情 这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 这个其实等于香港给了北京一个警讯 我补充一下 香港和吉林西数是全亚洲最高的 中国大陆也远远高于日本 韩国台湾还有新加坡 是 所以当然年轻人会不满 他是非常严重 他吉林西数只比美国低一点点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阶级不平等 所以不可能不处理 但是郑亮兄我也要呼吁他 我们的政府也 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未见得那么好 是人家看到这个社会有所警绩 但我们这边却未见得能够把这个政府叫得起 是 所以他需要的是负税改革 他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提出 就是讲的第二个层次 遗产税 所以重分配 遗产税是没有用的 遗产税我长期都在裁政委员会 遗产税是太容易逃避了 最有效的就是房地产税跟所得税 很有资本利得税 就必须要进行税务改革 OK 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回到 环宇全世界关注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十一国庆 其实在这一天 中共的军机出动的架次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 我们等一下继续带您关心 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中国大陆十一国庆的前夕 9月30号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时候 他发表致辞说 坚持贯彻对台工作的大方针 那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还有九二共识 以两岸同胞扶植为依规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祖国统一 坚决反对与赫止任何台独分裂的行径 还有外部势力的干涉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的未来 这是李克强他在这个 国庆的招待会上面所发表的谈话 那对照李克强的国庆致辞 还有包括了习近平的贺电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似乎是下一波 这个对台的政策重点吗 张继大哥您怎么看 其实不是下一波他意思都是纯的 就这一波 这个反独与这个触统两者之间 我觉得大家现在面对这些 所有公开的发言 我们应该去思索 反独跟触统本身呢 它就存在了辩证的关系 这两个概念究竟是不是能够 对立统一 两个之间能不能会 这个量变直变 会不会说是防毒到某个阶段 有一天会转成触统 或者触统到某个阶段 又会移回到反 这个就是说防毒 这两个之间的偏移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这个 而不是观光就是这个说文解字 因为这些说文解字 有时候也是个把大家搞得迷迷糊糊 就我个人之间到目前为止 整个的基调就目前的发言 还只是限于防毒 但是问题是 你防毒到了某一个结果的话 是不是会转 就是整个产生那个就是变化 而变成到触统 我觉得是大家应该去审慎 面对跟思考的 所以这个基调还是没有变 就是坚持反对台独 还有九二公式 没有 只是防毒 还没有到积极触统 因为防毒是让你不作为 触统是让你一定要作为 这个所以一个是deaterance 一个是compilences的 这两个都是施压 但是一个是让你一定要去干什么 一个是让你不要去干什么 顺着这个话我想请教张靖大哥 因为我们看到10月1号的中国大陆国庆 他们单日派出了38架的军机 这个数字是创得新高 白天25架 晚上13架 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虽然限电 但是油还是蛮够的 对不对 但是你仔细看看飞行的路线 你仔细看那个转折 就是说它避免就是飞越 我们这里的南端的七星岩 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形之下 他也在释放某些信号 我在你旁边飞 我知道你相当不爽 但是我还没有到飞越 天天嚷嚷要飞越的是这个胡先生 環球时报胡先生 他天天在嚷嚷 但是他也很快要退休了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去看看那个路径 还有这个叫做他飞行的高度 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是近在不严重 这个有很多事情 你看他在旁边飞 你心里觉得非常的不爽 恨得牙牙痒 但是你真正去查所有相关的法条 你还真是没提条 你看他10月1号38下 我们刚刚提到 他是创下一个新的记录了 那个真的是没有什么 你要知道每天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就是三军 这个飞行的架势是400到450支的 你就觉得你只要到南台 台湾的港山站在空军官校外面 一架一架飞 你就发现三十几架子根本没有什么 不过这样是不是也让台湾的空军 真的是疲于奔命 其实也没有 那要看你如何的去因应它 总而言之是两岸关系 今天搞得非常僵 你连要是去沟通都没有 所以我们也做不到像秘密将军 秘密将军 他至少还要找 要打个电话还有人接 我们是两岸 现在完全就没有任何 这个其实当初这个马政府的事 实在就希望就要建立和平协议 而且就要建立信心互信做事 现在的执政长当时是一切的反对 所以到现在只有大家双边在打雅尼 所以两岸今天搞得这么僵 连最后就是沟通的这些中断 全部都没有 其实是危险的 如果您提到两岸关系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 新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提出求同遵义 跟过去的国民党所主张的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有什么差异呢 张教育您觉得 我想当然第一个 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这四个字 从来没有放到历任国民党主席 正式的回函给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贺电当中 那只有吴敦毅当年他是用解释性的 他也不是用一中各表这四个字 他解说1992年双方赋予韩裔有所不同 这第一个 并没有这四个字 那第二个应该看 这一次的习近平 习近平大概 中共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最近这几任的国民党主席 从蒋经国已降 大概只要是国民党主席的 所谓的当选日或者休职日 那北京的领导人照例会被贺电 那唯一的例外 大概就是去年的江启臣 他是唯一的例外 那如果以最近几次来看的话 这一次贺电当中 习近平他从2012年 那时候马英九 那2015年 那时候我们看到是朱立伦 那2016年洪秀柱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就是吴敦毅 再来江启臣没有 这一次朱立伦 从历次发函过程当中 北京以前比较少用 这是第一次使用的 就是为国家谋求讨一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 所以北京告诉你说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这是基础 但是我的目标旗帜鲜明 也是事实 那朱立伦在回函过程当中 历任国民党主席的回函 你看看从什么 从吴伯雄乙降的 包括马英九 包括陪免酬集和朱朱杰 他们从来没有人在回函当中 只是谈到九二共识 从未谈过反对台独 因为反对台独是北京用意嘛 那这一次也确确实实用 所以国共之间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慢慢对这个问题 是有共识的 那因此什么 因此他要采取用求同尊义 那北京当然什么 北京当然对求同尊义 他不会去正面的表达赞赏 当然也不会什么 言加措辞的反对 北京就表达自己的立场嘛 所以从国共的这整个平台当中 来讲的话 他们想要慢慢地建立一个政党平台机制 那平台机制能不能运作 能不能有效 还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未来的发展 这求同尊义 其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说法 其实也很难讲 因为政治毕竟不是修辞学 两边一直绕来绕去做文字的游戏 但是有一点倒是斩定接铁 就是九二共识确实是我们提出来 他们放入党政文件 所以这已经是这个 讲的这个再明白一点 就是普瑞泽讲 这是the best deal 台湾 can get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究竟这个九二共识 创造性的模糊 未来有没有空间 我觉得这里面取决到很多的因素 我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未来的选举 能不能掌握真正的大局 这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因素 要是这个仍然国民党没有办法回来 然后仍然是完全是绿营 这个就是掌控了整个政局 我认为这个无论怎么羞耻 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 既然提到两岸关系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近有一份这个民意调查 那么是特别登对台湾领导人 蔡英文政府的处理两岸的危机的能力 到底有没有信心 可以看到这个图表最后的结果 这是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调查 有信心的是45.4% 没有信心的是45% 其实大概旗鼓相当 这个民调如果问一下郭教授 郭教授您会怎么回答 旗鼓相当可以理解 因为双方对危机的定义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游盈龙发现一个现象是蛮有趣的 就是25岁到64岁是比较没有信心 那25岁以下跟65岁以上是比较有信心 那比较没有信心就是他就是工作壮年 他就是在工作的人 那25岁以下就还没工作 那65岁以上已经退休了 那工作的人才会感受到 这种危机其实是会联动到方方面面 所以当然会比较在乎 你要看处理是什么意思 那假如说是这个危机是他制造出来 那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就是他制造出来的 是 那张教授您怎么看这份民调 我想这份民调基本上确实反映 台湾多数民众的一些主观意愿上的一些看法 但是因为两岸的关系比较 就像刚刚张敬兄所讲他比较特别 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看那危机是什么样的危机 你怎么界定这个危机 那第二个你的处理是处理什么 是能够所谓的积极创造一个和平 还是所谓的消极的避战 还是所谓不产生误判 因为每个程度会不一样 OK 两岸关系其实真的在 我们看到其实两岸之间彼此的依附 其实也蛮密切的 那当然这个近年来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呢 曾经企图要窃取台湾的这个产业技术的案例 有看过 那但是为了保护台湾这个产业核心的关键技术 台湾的陆委会在9月29号曾经通过了两岸条例第9条 还有第91条的修正草案 后续呢会报警行政院来核转立法院审议 法院这个法条的内容呢将会强化规范说 涉及政府委托或者是补助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人员 要进入中国大陆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巫教授是 你怎么看两岸新一波的这个技术 特别是在科技战 有没有可能就是 你怎么看未来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还有包括中国大陆现在最需要的是台湾产业的哪些技术 关键技术是什么 对 科技战这个词被用得非常频繁 通常形容这个美中之间 我很难想象出两岸之间也会有科技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战你要有战场 你要有这个战略物司 那怎么定义科技战呢 其实就是这些科研的领域 科研科技的这些产业 还有这些从业的科研人员跟产业里人员 还有他所产生出来的成果 可能是专利 发明或智慧财产 还有那些产品嘛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界定的话 我不晓得何龙兄你买不买股票 有 你买股票 那你知道台湾股市都分成传统产业 跟电子产业对不对 那产业分类非常多 但我们用股票来分类 我们看台湾传统产业当中有哪些 水泥 石瓶 塑胶 纺织 就是化学等等这些 你自己看看这些 你觉得台湾在这些产业里面 跟大陆相比有比较强势吗 或者有竞争力吗 好像不太行 所以台湾只剩下电子类 那电子类的产业呢 其他这些什么光电 网通 电子 零属线 有些少部分台湾有些还不错 领先 但你涉及到大量制造的话 你就很难跟着世界工厂 因为它有这个产能的问题 在里面就比较难 所以台湾 回到你刚刚问你说 台湾到底哪些产业比较还有机会 所以大概就只剩下半导体 我认为这个根本就不实际 它应该好好去看看 出口的定义是什么 它现在只知道把人绑在台湾 真正的出口定义 只要脱力的管制现在